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妳很棒 好了 痛得哇哇叫還是要打 防疫時期又怕流感來亂 今年疫苗接種特別強 但有家長不明白 為什麼施打了還會確診 真實個案而且不止一位 四歲男童十月二十三號 接種流感疫苗 到了這個月十四號 突然出現發燒 咳嗽等症狀 隔天立刻就一塊篩 確定AB型兩種 都呈現陽性反應 讓家長驚呼怎麼可能 我們社區裡面 其實流行的病毒是有不少 有可能不是我們施打的 這四個A2B這樣的 四個病毒株的話 是有可能在我們社區裡面 可能有零星的個案會慢慢產生 疫苗必須和流感病毒匹配 才有效果 過去幾年數據 有效率大部分落在 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之間 特別是二零一四年 只有百分之十九 這代表當年施打的疫苗 猜錯了真正流行的病毒株 目前第一劑打完到現在 第二劑還好耶 沒有這情形發生 就至少多一個保障這樣 占少數還是會有 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只是就是占少數 但是如果說打了還是 對它體內還是有抗疾的效果 疫苗不可能百分百預防 但接種還是有好處 能減少疾病持續時間 和嚴重併發症機會 想遠離病毒 個人防護做得嚴密 才是上策 三連新聞周冠宇 曾家宣 新美報導 導演